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部处于一个微妙的均衡状态 也就是必须要表态 而表态的空间我告诉过你 我说越来越小了 就是10500点跟10400点 这中间你可以摆当 如果一旦突破一旦跌破 而突破跌破或站不回来的时候 注意哦 突破或跌破而站不回来的时候 趋势就发动 所以说我们来看今天 今天大盘一开 开得相当的低 而且今天一开盘有个特色 就是量能突然不见 上礼拜四量能放大了 代表它是为了做一个摩台做结算 而摩台结算完以后 阶段任务告一段落 告一段落之后 你可以发现 它现在要做的盘 正在酝酿 也就是当结算在一个相对高的时候 而且是在摩台结算的前一天 做一个结算 之后突然间 今天早上预估量只有600亿 只有600亿 而目前已经回升到800多亿 代表在这边 要做多的资金 相当的谨慎 相当的谨慎 你可以说害怕也好 你可以说谨慎也好 可是基本上它就是一个 金金 而不会涨 如果金金不会涨的话 代表什么 这个盘是已经慢慢走落 慢慢走落 它会突然间崩下去吗 我说突然间崩下去很容易 很容易 也就是所有的筹码 你想想看 这几年来 外资不断的把台湾好股票 洗到它自己的手里 当洗到它自己的手里的时候 相对的 台积电 大力光 鸿海 已经没有散户 没有其他的投信 能够拥有的数量超过外资 是相对的 未来这些股票涨 我相信也不会有新的资金 除了外资本身之外 去敢买这些股票 所以说呢 现在很微妙的就是 如果大盘要跌的话 是外资做主 如果大盘要涨的话 也是外资做主 因为你想想看 既然呢 大家都不买台积电 也不买大力光 也不买鸿海 相对的 如果这个股市会涨的话 难道这三档指数股 它不会涨吗 答案很简单 所以说呢 这边乘也外资 半也外资 如今呢 今天跌破了10400点 目前正在做一个强力反弹 也就是做一个V转 有没有看到 跌下来呢 当时候的预估量是 600多亿 而呢 拉这一波上来呢 现在的预估量是800多亿 我预估呢 今天的量能大概800 也不会太多了 因为当然很简单嘛 如果在这边呢 是有支撑的 也就是10400点 今天是假跌破的 那明天开始 它呢 量能会慢慢出现 量能会慢慢出现 最少不能低于今天的量能 如果再低于今天的量能的话 今天呢 只是一个盘中反弹而已 注意哦 我告诉你的区间 有没有 10400点 10500点 今天已经往下突破了 突破而站不回 趋势就来了 突破如果站得上 那还有得等 可是呢 大家不用急 再等呢 也等不了多久 因为呢 盘式很简单嘛 外资总不能在 10400到10500 来来回回 上上下下做吧 如果这样子做的话 迟早呢 台湾股市还是会往下走 因为呢 震荡的区间太少了 震荡的区间少到 大家都不愿意进场 既然不愿意进场的话 相对的 震荡上不去 终究会往下摊 而往下摊呢 我也讲过 我说呢 往下摊 第一个低点就这里 10283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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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点 如果有手的话 量能会出来 如果这个点 没有手的话 量能不出来 或带量突破的话 基本上呢 就是在往下看 也就是呢 之前的低点 这个点 1033点 1033点 而你可以看到 自从呢 6月27号 10545呢 看到以后 如今呢 已经盘整了将近 20天 21天 盘整呢 这个期间呢 你可以视为做头 没有错 你也可以视为 做一个平台 做一个平台 可是我个人看 做头的几率 比做平台大 做头的几率 比做平台大 为什么要这样讲 因为呢 台湾股市呢 之前你可以看到 自从呢 涨过了万点以后 开始落后世界股市 不管是韩国股市 不管是恒生指数 不管是NASDAQ 不管是美国道琼 全部呢 在联媒的创新高 全部呢 一路往上走 可是你可以看到 台湾股市 它就是涨不动了 它就是没办法再涨了 这当中呢 的确有很多的问题 很多的原因 可是重点 我们要讨论的是 怎么样赚钱 而呢 不需要去讨论 后面的原因 因为后面的原因呢 说实在的 大部分都是大家瞎猜的 而终究呢 多或空 它要往上或往下做的话 答案就在这里 一个操作的极致 一个筹码 也就是呢 多空呢 后面的原因 你再探讨的更多 都没有用 它要多就是多 它要空就是空 了解吗 所以说呢 目前来看的话 既然呢 它已经跌破了 10400点 这时候我们就来注意看 它有没有办法 再站回去 10400点 如果没有的话 趋势会慢慢形成 而趋势当 慢慢形成的时候呢 这时候你就是 慢慢加空 慢慢放空 一路加空 一路放空 等待这个点位 10283 等待这个点位出现 了解吗 不需要说在这边呢 就急着 今天好像会跌 然后呢 全部用力放空 我说你这样就中气了 为什么 答案很简单嘛 一路上呢 从去年的8000点 到10545 都是多头 而你有发现 每次回跌呢 到一个极致点 到一个临界点 它呢 后面都会涨一波 甚至呢 回撤一万点 10033 有没有 再涨一波到10545 一下子500点 几天的时间 1234567 七个交易日 七个交易日 500点都出现了 所以说呢 不要在这边 当外资的炮灰 因为呢 外资在这边呢 比你更害怕 所以说呢 等盘式做一个凋零 当真正凋零下来之后呢 我说呢 不管你空在 10350 或10375 或10400 慢慢累积它的空单 慢慢的赚 这才是呢 照趋势做最好的方法 所以说呢 目前它要盯着看 既然跌破了 10400点 就是朝空方看 跌破而战不回 慢慢的加空 跌破呢 战不回又努力的往下破 如果量能呢 越来越大的话 相对的 这时候空单呢 绝对要报警 空单报警到 出量不跌为止 好 今天节目到这里 谢谢大家 本公司已望着 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越来越多了 感谢观看